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小绿说 如果AT平方加VT加C等于0 其中AVC是有理数 那T平方跟T是无理数 那么他说 则AVC一定等于0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是错的 那他说 请问小绿说的是对的吗 事实上是错的 如果小绿说的是对的 请证明 如果小绿说的是错的 请举一个反例 让我们知道这句话是错的 我们现在举一个反例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取A等于C等于E B等于6 那这样的话就是 T平方加6T 加1等于0 好那我这样的话可以解除T等于多少 等于是 就是负3加更好 2分子B平方是9 减4一C 减1 所以是8 所以是负3加多少呢 加这个2更好2 负3加2更好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T平方就等于多少呢 T平方是等于是等于负6T 那减1 那这个等于多少 这等于负6乘以负3加上2更好2 那减1 这个时候等于多少 等于是 这是18 18-17 17减掉多少呢 减掉12呢 更好2 好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A、B、C都是有理数 然后T A、B、C都是有理数 那T平方跟T都是物理数 但是A、B、C都不等于0 那这样的话就举到了一个反例 好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什么时候 T平方T跟E的话 要满足什么条件的话 A、B、C才会等于0 就是说T平方T跟E的话 这三个数 必须是线性独立的时候 A、B、C才通通要等 那什么叫线性独立 线性独立就是说 T平方的话不能写成什么 写成T跟E的线性组合 像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T平方可以写成-6 什么叫线性组合 就是说 我T平方可以写成 一个是L、T、再加M 那这个L跟M都是有理数 如果能够写成这种形式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 T平方T跟E 它是线性相关的 不是线性独立的 那什么时候就是说 它们会线性独立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T的话是等于N 根号2 开四十方 这样的话呢 T就是等于根号2 那这样的话呢 根号2开四十方 能不能写成L 根号2 2开两十方 再加M 就找不到这种L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四个数 它是线性独立 我就说 这三个数 是线性独立 如果这三个数 是线性独立的话 那这样的话 T平方 加T BT 再加C C乘以1 等于0 如果这三个数 是线性独立的话 那这样的话 A B C 就必须通通要等于0 但是很显然的话 现在的话 这三个数 我们找的这三个数 没有线性独立 就是说 17 T平方 减12 根号2 这个数 跟多少 跟-3 加2 根号2 这个数 还有1 这三个数 没有线性独立 为什么 因为这是T T平方 这是T 这是1 因为T平方可以写成 写成T跟1的线性组 就是说T平方 可以写成-6T 减1 所以这三个数 没有线性独立 所以的话 所以A B C 就不必通通等于0 事实上的话 A B C 我们可以取1 1跟6 所以我们这样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A等于C等于1 B等于6 是有理数 然后呢 T等于-3 加2 跟2 还有T平方是17 -12 跟2 这两个是无理数 但是呢 A B C 不等于